腳踏車騎士才剛騎到路中央 左邊一輛大型客運 突然連按喇叭衝撞過來 造成男騎士前輪被撞到偏移 緊接著連人帶車 中摔倒地 原來被撞的腳踏車騎士 是一名桃園市的高中學生 23號下午4點多 他下課騎U-bike要回家的路上 經過中立區入口時 卻突然遭到客運車撞擊 好在人只有轻微擦措傷 警方到場後 也協助雙方釐清事故原因 客運公司認為 駕駛搶快闖黃燈 應該受到內部懲處 不過當時男學生 在騎過路口時 客運車已經車身 經過部分斑馬線 兩者雙方責任 贖情贖眾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分析 至於這起車禍 造成歧視受傷 客運公司也承諾 會盡快跟學生家屬聯絡 希望能賠償相關醫療費用 不論如何 會對於這起事故損失負擔到底 近新聞楊仲強